因應菲律賓的麻疹疫情爆發的風險 我建議我們香港的僱主可以跟他們自己的費用商量 如果有一些長假期他們要回去菲律賓的話 在可行的情況下或者跟他們商討 暫時延遲他們回去菲律賓休假的安排 如果是稍後的時間有更多疫苗的供應 僱主或者中介公司可以因應這些菲律賓過往接種疫苗的歷史 如果是沒有兩針疫苗接種 或者是過往沒有曾經感染過麻疹的話 可以有秩序幫他們安排回到保重 現階段來說如果不是有大量的費用 就優價回去菲律賓的話 那個風險在香港來說屬於可控制